上個月阿根廷神父性侵多名 聽障兒童的案件 才終於宣判 而過去 神職人員涉嫌性侵害的案件 在調查的時候 很常因為宗座保密條款而遭受阻礙 因此教宗方濟各在十七號宣布 將廢除這項法規 羅馬教廷被各界大量批評 包庇聯同屁神職人員 教宗方濟各十七號廢除宗座保密條款 過去神職人員涉嫌性侵案 教會領袖必須保護案件裡的資訊 以確保其安全 完整跟保密性 不過方濟各認為宗座保密 不再適用與性侵案有關的指控 審判跟決定 這個條款的保密措施一直以來被各界大量批評 根本是用高度機密來保護卵同屁 教會官員以宗座保密為由 拒絕與執法部門合作 造成受害者卻不沉默 也阻礙司法調查 今年五月教宗就簽署法令 要求教會上級與共識的神職人員 必須舉報性侵指控 馬爾他主教希克魯納 也是梵蒂岡性犯罪調查單位主管 認為教宗此舉是劃時代的決定 教宗方濟哥曾誓言要全面對抗 處理好教會性侵的問題 不過一些受害者團體認為 整體執行的進度還是緩慢 宗座保密最初的用意 是保護與教會相關的敏感資訊 例如外交聯繫 個人事務以及涉嫌犯罪 此外方濟哥還把兒童色情圖片定義的年齡 從十四歲以下提高到十八歲以下 記者黃韻林報導